改变历史的五个普通人 J.K.Roring激励了新一代读者 离婚后的他努力维持生计 身为单身母亲的他 开始写他早已计划了五年的小说 他成为想过自己的作品 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 并影响了一代作家 1997年他以J.K.Roring的笔名出版了《哈利波特》 他的出版商原本不相信一个女人的名字 会吸引年轻读者 二十多年后《哈利波特》系列不断打破销售记录 并吸引了数百万个年龄段的读者 Irena Sandler拯救了无数波兰犹太人 1939年当纳粹德国入侵华沙的时候 当时29岁的波兰社会工作者 孙德勒向受苦的犹太人提供了食物和住所 他乔装成一名护士混进了华沙犹太区 并与地下组织合作 拯救了三千多名犹太儿童 他最终于1943年被捕 并受到了纳粹的折磨 但他拒绝提供有关救援的任何信息 Candy Leitner坚决反对酒后驾驶 1980年3月7日 在莱特纳的13岁女儿被一名酒驾司机撞死后 她成立了母亲反酒后驾驶条例 在这项条例得以实施 和莱特纳做倡导工作之前 酒驾者几乎不必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她的组织转变了美国人对酒后驾驶的态度 并成功地在全国争取到更严格的法律 Malala Yousafzai为女性争取更好的教育 她出生于巴基斯坦 其父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教师 她很早就从父亲那里了解到教育的重要性 当塔利班在2008年控制了她所在的城镇时 他们禁止女孩子上学 她公开反对塔利班的统治 并因坚持信仰而遭到枪击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后 她与家人一起搬到英国 她拒绝因恐惧而躲藏 她发起了Malala 慈善基金 致力于确保每个女孩都有上学的机会 17岁时她成为了诺贝尔和平奖最年轻的得主 王维林天安门之身党坦克 1989年6月5日 在中国天安门广场上一个青年党在了坦克面前 这是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的现场 它是国际公认的抵制暴政的象征 也是中共对无辜人民残暴迫害的历史证据 中共暴行至今仍在继续 甚至还活在法轮功学员、西藏人和新疆维吾尔人的人体器官 以此牟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